华林县复理乡第十九届乡长补选候选人公办证件发表会 6月9号上午9点在复理乡公所办理 而这次有苏孝信、江东城、彭林芬、刘文祥等四位候选人进行补选 不过却只有彭林芬一人出席证件发表会 连观众席也没有什么人 而彭林芬笑着说很像是为他专门办理的活动 他感到相当开心 华林县复理乡第十九届乡长补选候选人公办证件发表会 6月9号上午9点在复理乡公所办理 这次有苏孝信、江东城、彭林芬、刘文祥等四位候选人进行补选 不过却只有彭林芬一人出席证件的发表会 连观众席也没有什么人 彭林芬笑着说很像是为了他办理的活动相当开心 今天的证件发表会要变成我们复理乡的金四季记录了 好像是为我而开的 让我觉得很惊讶 候选人可以借着公办证件发表会 来充分地宣扬自己的参选语面 跟当选以后的施政方向 让选民可以进一步认识各个候选人 进而做出名字、理性的一个选择 让选举真正达到选选女人的目的 空的候选人席 空的民众座位区 只有参选人彭林芬一人到场 他仍然按照原先计划上台发表证件 结束这场独角戏 如果我有机会当乡长的话 请乡亲再给我多多的意见 我会一心一意的为副理 最后拜托 大家把你手中最神圣的一票 投给政治素人 一号 一号我的彭林芬 我的热情 我的热血 加上大家的意见 宝贵的意见 我们一起来共创美好的副理 彭林芬表示 他是政治素人 没有派系 没有资源 但是他认为这是他的缺点 也是优势 接着说 未来他当选乡长后 会分成短中长三个期程 来代理副理箱 改变副理箱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